10月6日,珠海ZIC摩托车赛85号赛车手王一博现身 他身穿赛车服,戴墨镜,口罩,酷帅十足 在央视镜头下,王一博淡定坐在后场室等待商场 气场十足,主持人介绍到王一博2019年拿到了 ARRC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珠海战 ZIC中国组D组双回合冠军 这次出征珠海ZIC摩托车赛,王一博也是做足了准备 在比赛后,王一博马上接受了采访 称自己有几个弯没过好,希望下去可以更好 那你的成绩方面现在是1分58秒1 你满意吗?排到第二了 还挺满意的,但是我还希望更快 因为在去年,去年我有做过到57头 所以说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说就是那两个弯还要再仔细练习一下 好的,祝贺你,也恭喜你,希望你第二次练习跟排外赛能够取得好成绩 谢谢